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Office 日程工作的资料分析 那延续昨天我们交过的重点 像例如说我有介绍 Excel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Power View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 例如说工作表的一些 例如说视觉化 我可以看到联动 联动完毕之后我还可以去知道 就是说像例如说做出散布图 还可以去做出地图 这些都是蛮重要蛮棒的一些功能 其中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就是说两张工作表彼此之间 它其实是有关联性 但是我还是要先跟各位先分享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的资料分清的时候 一些小妹妹刚刚的地方需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说请各位 我们就先从这边办例下载 然后请各位下载我们一致的档案 然后来去做练习 首先 麻烦请到 因为你们只有H 所以我就点H 然后接下来 输入我的教学范例网址 然后接下来到HTTPS帖号斜线斜线 去OO.GL斜线YTZ大写的RX大写的T 然后Enter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在Office日常工作资料分析的产品 就是昨天我们做到哪一个地方继续接下去继续做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到这里面 这里面有三个档案 那这两个档案 其实你随便下载哪一个都可以 好 然后我们点选最后一个 好吧 大家统一下载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昨天我们最后上完课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点选储存 好 那就请你们先 这个做完就可以关掉了 请你们现在先把范例档案下载下来 好 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在这里 在Windows这个开始按钮的右边有一个档案总管 其实就是文件夹 然后接下来点这个快速存取的下载 就可以发现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了 然后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启用编辑 启用编辑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因为他现在正在安装 正在就是说呼叫那个silverlight 然后重新整理 你只要这个时候再点其他张工作表 他就可以开启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开启了 那我们回到刚刚这一个档案 这个工作表是不是也可以成功的看到 应该都可以成功看到了 好 那就先麻烦请各位先打开这个档案 好我现在要特别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个重新整理 就是说假如说今天我们订单 我订单最后最后是不是值到多少 值到1万笔记录 1万笔记录有看到吗 这边为什么是1万01列 那是为什么 我有一列标题列 好 可是如果同学我们在创造新的资料 创造新的资料 请你创造新的资料 你复制贴上 你应该是复制另外一个档案 把它贴在现在这个档案的下面 对不对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应该不会 因为只有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有同学点这边 有同学点这个地方 然后复制 他现在选择的是完整的一列 包含这些空白都选到了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那个表格的资料 仅限到这个利润这一栏 对不对 只到这一栏 你不要贴一大堆的 那个右边一堆的空白 也贴进去 塞不进去那个表格 那个表格的篮框 篮宽度 就只有到利润 可以吗 好 所以你看 就算我这边我抠 我抠实列的资料 直接贴上实列的资料 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 请问一下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边的这些格式 有没有被应用进来 没有 所以你这边你点 全部更新 请问这些资料 会不会加进去 不会 你到时候去看你的资料 还是一万币 例如说我现在还是做给你看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 一万零零一 而且你还不能在这边复制过来 这根本就跨越不过去 中间有一个gap 中间有一个就是说 这边是有资料的 这边是另外一种资料 我只是希望说 特别让你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这根本就是别的资料表格 因为我们是用表格的观念 来去做这件事 可以了解吗 你看我现在全部重新 全部更新 还有我记得就是我把它改成2017年的1月1号 你放心 反正这个十笔资料都不会进去 为什么不会进去 因为他还抠了一大堆这些空白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资料表格 这边就是一个资料表格 所以亲门复制贴上 他特别小心一点 你看当我点全部更新的时候 他现在是不是全部更新 可是你去看 拉到最下面一定还是1万笔 有没有看到还是1万笔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 那你看 如果我今天我新增资料贴的是刚刚好 就是那个范围 你看我现在先回到我的 这个power pivot 是不是就可以关掉了 好我现在到订单这边我先把这个实列先全部都删除掉 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个实列的资料 我现在重新在这个地方 好例如说我这边我选实列 复制 对不起 这个从这一笔到这一笔 选到最右边 复制 掌握用底下 这边有复制 然后贴在这个地方贴上 你有没有发现这格式全部都存在 他等于说自动帮你延续下去 扩大资料表格 扩大资料表格 所以我们只是为了看资料 比数 所以现在是不是一万零十笔 然后接下来 这个2017 2017年1月1号 这后面我就不动了 这后面我就不动了 好吧 这个不是那么重要 你看哦 当我现在点POW PIVOR 全部更新 会不会有多出来十笔 一定会 我们等一下 拭目以待 好你看我现在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最下面 是不是多了十笔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主要差别是不要选一列 所以你到时候不可以直接把 新的2017年的资料表格 包含一大堆的空白都选举起来 贴到这个表格里 绝对不会成功 要怎么选 一定要选到有资料范围的 一定要选到有资料范围的 好那我就把这个观念 我就把这个观念 我还要再衍生出 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改变 就是你看哦 假设我现在这个POW PIVOR 我可以把它关掉了 你看 针对以前 如果你有习惯使用快速键 是不是有一个全选的按键 全选的快速键 是不是Ctrl加A 各位应该有印象 可是以前的Ctrl加A 全选是包含空白都选举起来 包含这些空白都会选举起来 好你看当我现在游标在有资料的地方 我选Ctrl加A 它只会帮我往外扩大 扩大到所有有资料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现在所指的Ctrl加A 全选是指有资料的地方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请你不要把那些空白都贴进来 好 那我就把这个范例哦 就是 在 关于那个全部更新 又再补充一下 这个知识让你们都了解哦 那我们就关掉了 对了 顺便也去看一下 那这一定会多了一个2017年的资料 这应该没问题哦 因为我增加了10笔资料 他当然这边就会多跑出来一些数值 好我现在就关掉不储存了 我要重新打开这个范例档案 来跟各位分享 请问一下我们昨天是不是有介绍到 我们有订单资料表 昨天我们是不是有介绍有订单资料表 然后我们把这个资料表 做成表格 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我们是不是有退货资料表 对吧 请问你觉不觉得 你觉不觉得我们需要去分析一下哦 这四年来 退货 退货它影响的销售额是多少 又是以什么产品被退货 频率比较多 是不是应该要分析这些事情 那你是不是就可能会产生两张资料表之间 我要先建立关联 建立关联 是研究资料表之间 研究资料表之间 关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举例来说 我想要去调查 我想要去调查哦 拿两只以上手机的人 就是持有两只手机以上的人 他跟职业也有没有关系 一定有 请问你医生会不会拿两只手机 一定会 为什么 我跟你讲哦 他家人的联络的那一只手机 跟医院联络的手机 医院他规定哦 医生要24小时待命 你们知道吗 一个月赚三四十万 但是可能一通电话来 就算他在睡觉 都要被呼 就是被叫到医院去 对吧 像你们那个业务人员 如果有些什么派工单位 不是好像也是因为 反正就是他就会配给你 另外一只手机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请问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他会有 就是每一个人那个手机 就是有几只手机 几个门号 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正确的 他在什么职业 什么工作 什么地方上班 你是不是要结合别张资料表 然后一起来做资料分析 所以现在我就举这样的例子 两张资料表 一个是订单 一个是 退货 那我们就来算一算 那退货的销售额 总共哪一年退货最多 好 我们现在就来想要算这件事情 那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不会动原始的资料 原始资料改变只会有一种情形 当你要增加 增加资料 当你要不断的增加资料进去的时候 增加2017年2018年的资料 这个时候你会动原始的资料 而且其实这个原始资料也不是你所能动的 因为不是你创造出来的 那我们要建立关联 请问你觉得应该是在PowerPivot里面建立关联 还是在PowerView里面建立关联 你觉得我滑鼠游标都已经点到这边了 你还要跟我讲说PowerView吗 好 我再把我题目问你们一下 请问一下建立关联应该在PowerPivot里面做还是PowerView里面画图来去做 PowerPivot 可以 好 所以点选PowerPivot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因为要建立关联 所以 点选管理 因为本来没有关联嘛 现在我要建立关联 然后接下来请点 最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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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检视里面有一个图表检视 请问一下 这张资料表 我把它搬到中间 这张资料表 它跟退货要建立关联 那应该怎么建立关联 什么跟什么建立关联 这边有没有看到有订单ID跟退回 这里面有没有订单ID 有 我们就是拿可能具有唯一值特性 例如说订单ID来当作资料表串联的依据 这个我们叫做key 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订单ID它就是一个key 锁引键 锁引键 退货也是 退货的订单ID也是它的锁引键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把订单ID 拖替到 退货的订单ID 拖替到订单的订单ID 你就完成了关联 那你会说 老师好奇怪哦 为什么它是订单ID 关联到城市 不是这是你不用过多的联想 它现在的关联是 退货的订单ID 关联到订单的订单ID 有没有看到一个绿色框框 那请问一下 订单ID 可不可以跟销售人员建立关联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销售人员里面 那个可以当做锁引的key 是哪一个 销售人员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地区 对不对 再来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地区 是不是就可以订单里面的地区 就跟销售人员的地区产生关联 所以从地区这边拖替到 销售人员的地区 这样就建立好关联了 那请问你 如果你想要删掉关联怎么删 滑鼠右键删除 针对这条线删除 好 那关联请注意一件事 这边出现1 这边出现1 这边出现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建立关联 只能建立1对1的关联 1对多的关联 或多对1的关联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建立这个关联 如果是多对多 你中间必须要再补一个资料表 而且是 有单1的资料表 它就变成多对1 1对多 反正就是没有多对多这种关联就对了 所以在这边一定会看到有一个1 一定会看到一个是多 或者是 这边是1 这边也是1 只有这种情形就对了 好 那请你们 请你们我在复习 复习一下 告诉你怎么做这件事 因为power pivot做完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关掉 你就直接关掉 你不用再一直停留在刚刚那画面 记得power pivot做完就关掉 power pivot做完就关掉 power pivot做完就请把视窗关掉 因为太重要了 因为很多同学他不关掉 他就说 那我现在该做什么就昏了 因为power pivot在e-sale里面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怎么建立订单跟退货 以及订单跟销售人员的关联 第一件事情 1点选power pivot 2管理 点一下管理之后 3请点选 图表解释 4 麻烦请把订单 退货的订单ID 拖曳到订单的订单ID 拖曳 会不会拖曳 按住他拖 拖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呢 这边有没有看到拖曳 就是把销售人员的地区 拖曳到地区 拖曳到订单的地区 再过来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关掉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关联 你要先建立好关联我们才能够去做后续的退货的分析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请问订单这张资料表里面 有没有所谓的退货 没有吗 订单不会有退货 可是因为我已经建立好关联 我建立好关联就等于有了 所以他用的韩式就等于那个关系 那个英文单字 related 而且一定要加 一定要是过去式 因为关联要先建立好 为什么关联一定要先建立好 你要是没有建立好关联 这边就没办法再做出来 例如说退货的资讯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就为了要去做那个退货的资料分析 所以我必须要把订单里面加上退货的记录 退货这边是不是会记录说哪一笔订单是退货 那没有没有记录的 没有记录的变成是什么 就是没有退货 对吧 这一笔这个订单编号是有退货 那 例如说假设有一笔是CN-2013-1196811 他可能就没有退货 好 有退货的总共多少笔呢 总共296笔 总共296笔 重点是订单里面有没有退货资讯 没有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什么地方去建立退货资讯呢 就是PowerPivot管理 然后请在订单的最右边 是不是要加入资料 好 那加入什么资料呢 退货的关系 他就会记录说这里订单有没有退货 好 所以我先打出来给你看 这边是不是看到有我可以输入退货 退货 退货 冒号 有印象吗 退货就是那个栏位的名称 我要把它直接变成退货两个字 冒号 然后接下来输入等于 请你直接打RE就好了 有看到 relate relate 但是他有加d 所以就要念成related 可以吗 本来现在是是relate 可是因为他变成过去式 所以你就要念成related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代表他是过去式 关联一定要先建立好 如果没有建立好 这边你就做不出来 好 直接用type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他里面一定要放函数 所以他这边就让你来去选 看你是要选退货的订单ID 还是退货的退回 那你一定会说 哇 为什么这边只有四个 因为刚刚我们是不是把订单这张资料表 建立好关联 请问订单这张资料表跟退货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related 所以他是不是只会秀出有关联的那张资料表里面的栏位 可以吗 所以订单自己的栏位会不会出现 就不会出现了 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例如说好了 我现在 我现在 我要去填亲属关系 请问我的同学会不会放在那个亲属的那个名单里面 不会 我的学生不会放在亲属里面 亲属知道吗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现在我要去做关联嘛 所以一定是我刚刚把订单跟退货建立关联 那个退货那边的栏位会显示在这边 好请问我是不是要显示什么 退回 我只要知道说到底这笔有退回或没有退回 所以 是不是 选到退货 资料表 退货 表格的退回 退回 tap 键 真的我只有打了前面两个字 退货 冒号等于 r1 后面都是选出来的 选的方式就是用tap 键把它选上方向键上下选 然后再用tap 键把它选上 不要再抓滑鼠 然后滑鼠右键 键盘 打出右锅鼓enter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呈现 这个是退货 这边是是 代表这几里都有被退回 可以吗 这个以前我们在学一下的时候 我可能要花好久的时间 可是现在 用related来去教 就很快大家就懂了 要不要拍一下照 就是你要打出这几个字就对了 你要打出这几个字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要学 应该会学到 就是至少要打出来二三十列的层次在里面 因为大数据分析 因为大数据分析 换你们咯 你就照着他打字就好了 你看一下我这边这张资料表是不是有退货了 所以我先把powerpiver关掉咯 因为一定要记住 powerpiver用完就关掉 你看这张资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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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产品销售分析 有看到 那这里面 这里面的资料 我们应该应该要把订单的退货 订单的退货跑去哪里了 这边放到筛选这边 对不对 我们要勾什么呢 我们这个是不要勾 可是我们是不是要勾这个空白 这边资料有没有看到 整个都变化了 这个才是正确的销售额 你们说对不对 各位知道我们昨天做的是什么 有没有包含退货 有 我们昨天计算的时候是包含退货 把它全部都算算 可是现在呢 现在我们是不是把那个 退货扣掉 请问退货能算销售额吗 当然不行 所以你看光是退货 这个退货从5.49 5.49个百万 5.5个百万 然后我扣掉这些退货 只剩4.75个百万 你看 刚是5.5现在是4.8 所以是不是有0.7个百万 虚列了0.7个百万 70万呢 你觉得这件事情 这种是不是应该要去 应该要去就是说 列出来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张资料表你要改成正确 怎么做呢 我先把它关掉了 第一件事情 请把退货 对不起 退货在这里 请把退货 拖曳到什么 筛选这边了 然后请勾空白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销售额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各类产品销售额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什么 子类别销售额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因为做了这件事 一把退货搬进来 二请勾空白 就这两件事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什么 我们现在要来看2015年 有看到哦 技术还是维持在领先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有看到影印机 影印机特别高 可是到了2016年 加剧有看到 加剧从1.2成长到1.7个百万 看得出来哦 1.2进步到1.7个百万 有看到吗 然后其中尤其以什么 输价 输价居高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椅子其实还好耶 因为椅子被退货退很多 椅子 本来这边我是不是说 输价跟椅子是蛮高的 针对这个家具类 是不是有输价跟椅子 现在你只能讲输价 为什么 因为椅子有很多被退货 不然它不可能这么低 看一下哦 如果你加了4 这边 刚刚这边是不是0.64 0.73 可是如果你关掉这个部分的话 这边有看到吗 这两个是蛮高的 这边就变平平的 所以代表椅子 退货影响还蛮大的 就是这个东西要是卖得好 你会希望 退货高还是低 当然是低啊 结果呢 这个椅子呢 虽然它销售额还不错 可是它退货也蛮高的 相对于 书价 所以我觉得说 这边也是我们值得来去看的一件事 好 其实你就做两件事哦 第一件事情 就请把退货搬 退货 搬到这里 然后请勾空白 空白就是没有退货嘛 对不对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就是 原来 原来这样资料表 我们现在要这样来去应用 来做出真实销售额的统计 比较分析 来 我们来观看一下哦 刚刚介绍就是说 关联 关联 那请问如果我现在我想要计算说 那到底 到底哪 退货 退货又以什么退最多 假设我想要分析这件事 好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哦 我新增 新增一张 新增一张那个power view 首先我们来做那个 各年 退货 各年 退货 各年 这件事情 各年退货 影响到的销售额 就是 你本来可以卖出去嘛 可是你现在呢 可是你现在是不是因为 因为什么关系 因为退货了 所以 就算卖出去 也不算卖出去 我们预计10点35分下课 10点半下课 好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哦 我现在我想要计算说 那个 各年的退货 各年退货 这件事情 影响的销售额是多少 所以这件事怎么算 首先 各年销售分析里面 请把这张图 复制 这张图会被选 你就点一下他 他是不是这边就 产生八个点 八个 好 这张没有选到 所以 点一下他 复制 Powerview 贴上 然后 记得 记得 我们必须要把 所谓的退货这件事情 放来这个地方 而且要勾 4 这是我每年的退货 可以吗 每一年的退货 好 那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再把 哪一个类 哪一个子类 搬过来 对不对 嗯 对不起就是 我们没办法一口气这样做三个 好 同时选到三个 然后呢 常用底下的复制 也不能这样子做 好 那我们就真的就要一个一个来做了 可是另外一套软件的话 可以整个工作表复制 比如说复制 贴上 贴上 复制 这边复制 贴上 贴上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哦 这个就是实际上退货的 实际上退货 然后 这边退货我是以什么为主 就是有发生退货这件事 所以你看哦 2016年 虽然销售是不是逐年增加 退货 也是逐年增加 然后呢 那我就要请你们 考考你们哦 请问 又是哪一个类别 这边不只有三个类别 哪一个类别的退货 最多 当然就是加剧 可是我现在要问你的是 2016年哦 2016年 还有 退货里面 器具 最多 接下来是输价 可是我要问你是 2016年 哪一类 哪一个子类 退货最多 可以吗 你要自己会去做出来 来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这件事 这个叫做 退货分析 请问一下我们刚的订单 我们来去先观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例如说我们这边有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订单的日期 然后我们有客户的名称 我们有城市别 地区别 好 有没有可能会找到什么类别啊 类别啊 类别啊 他们的销售额 可以吗 对不对 那我们假设 假设我想要去分析的 我想要分析的是 2015年的销售额 2015年的销售额 怎么算 怎么算 这边不是有订单日期吗 订单日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把它的年 算出来 所以我们刚刚在PowerPiver里面 管理 我们应该已经有算过年 对不对 年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加总谁 只要加这个年是2016的 所以我想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要加的是 2016年的销售额的话 请问加总起来的结果 应该是只有一个值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我要算说 这笔订单是发生在哪一年 那你就会有一整蓝的资料了 所以请问一下 假设我今天 我今天 我如果我要算的结果只有一个值 那我们叫做新增量值 如果我们今天要算的是 算的结果是一整行 我们叫新增资料行 有听懂 如果我今天我算出来的结果 只有一个值 要在下面这边算 如果我今天算出来的值 会有一整行 我要在右边来去算 好 假设我想要去算平均销售额 请问我要在下面这个地方算 还是右边这边算 下面还是右边 下面 平均销售额会有几个值 平均销售额会有几个值 一个值 对不对 可以吗 如果我想要算出来 退货销售额 退货销售额 总值 请问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值 所以是不是要算在这个地方 可以 所以这样了不了解 我要算在这一下面 下面 下面 下面有很多格 是不是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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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再继续往下 可以啊 下面有很多很多格 就很像说 我们是不是 有人在制作表格的时候 最下面就会写很多大纲 Summary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 我在公家机关的那个报表 最下面几乎都看到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就先来算那个最简单的一个 我想要算说 2016年的 2016年的 的销售额 请问 2016年销售额有几个值 一个值 对不对 一个值 所以算在下面 下面 有听懂哦 所以怎么写 怎么 怎么 怎么写这个 韩式呢 我现在要计算2016年的销售额 所以这样写 直接打字哦 有标落在这个地方 首先签到PowerPiver里面 PowerPiver 然后这边点一下 输入2016年销售额 帽号 等于 等于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用智慧函数来算 简单说啦 智慧函数就是说 我们资料里面包含 包含一件什么事情 包含就是要做筛选这件事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智慧函数 就是 Calculate 如果我们这个计算哦 它不是算那个 总销售 它是算那个 这个 例如说部分的资料 部分资料可以了解吗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算2016年的资料 有时候我们要算2015年资料 有时候我要算是某一个办活动期间的资料 可以哦 请问你们先 我先想请问一下哦 请问总值 如果你今天要算那个总销售 请问是不是只会有一个数值 这句话听得懂吗 最大值有几个值 一个值 最小值 一个值 平均值 中位数 一个值 对吧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如果有一个值你就算在下面 那会不会有两个值 目前为止没有发生 目前为止没有发生 所以我想你们要去纠结想这件事 那会不会有一整行的值 会不会有一整行的值 例如说这笔订单发生在哪一年 请问 请问 这是不是有一整行的值 对吧 这笔订单是谁做的 是不是有一整行的值 对不对 有听懂吗 就只有分这两种 一个是一个值 一个是一行 一整行的值 所以他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计算 叫做新增量值跟新增资料行 资料行就一整行 所以你只有可能新增一个值 或者新增一行的值 有听懂哦 好那接下来我是不是要算 2016年的销售额 所以怎么算 是不是 他是只有一个值 2016年的销售额 不管怎么样 你是不是只有一个值 不可能有一行的值 可以吗 那如果我今天我要做的是 判断这笔订单 是否发生在2016年 请问 这是不是有一整行的值 因为我订单 我就是每一个订单 我是不是要去做一次判断 他是不是发生在2016 是 我们就是 其他就是否 那就有一整行 有听得懂 新增资料行跟新增量值 一定要能够区分出来 好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要去计算说 那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 这个2016年销售额冒号 等于 就跟刚刚这边打的方式 是不是一样 不管新增量值或新增质量 都一样 然后接下来 我要用的是 Calculate 这个函式 CA 这是我们教最难的一个函式 Calculate 你看一下 这边它是不是说 输入运算是 跟筛选条件 好 有没有看到 Calculate 刮胡 运算是 逗号 筛选条件 一 筛选条件 二 有看到吗 筛选条件三 筛选条件四 其实这边不是有零点点 例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去算 2016年 然后客户是叫徐禅 然后跟我们买的产品类别是家具 总共多少 是不是可以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慢慢放进去 可以吗 对吧 你有没有会想要去去分析 例如说假设你今天去 阳明大学办那个手机业务 那你要区分出来 老师 那个多少人来办 学生多少人来办 对不对 可以了解 从所有的客户里面 你先找 例如说 阳明大学 然后你又再要筛选 我只要找老师来去办 因为 老师支持的话 基本上 学生是会你知道 支持 对吧 对 如果 例如说我去办那个预防保健 我当然要先说服里长 只要里长 我说服他 让我们一年去办个市场 你看 这样他是会帮我们去搬桌子 搬椅子 然后找场地 那如果这个里长他是很年轻 他会认为 不用啦 我们不用做这个预防保健 那你是不是会觉得 这也是影响我们 那个预防保健 能不能顺利推广的重点 好 好 记住 擒贼 先擒王 对不对 好 反正重点就是 你要先 先知道说 他这个条件其实不难 那 什么叫运算式 运算式大家都会 1加1就是运算式 可以吗 只是我们这边我们不会讲说什么 A1加A2 我们都是用什么 这个就是运算式 related 运回 退回 这就是运算式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要续算2016年的销售额 请问运算式是什么 运算式是什么 答案就在题目里面 2016年的销售额 请问 运算式是什么 销售额 就7个字而已 那请问你 筛选条件 1 是什么 我再重新把题目讲一遍 答案就7个字 里面挑几个字出来 请问一下 2016年 筛 的销售额 7个字 对不对 7个字 请问运算式是什么 销售额 销售额 对吧 条件式是什么 2016年 有听懂吗 有听懂 那请问你会不会算 2016年的销售额 调 mater 用人 用什么忍数来算 用与 中 室 除二 往都 用unuz 你也相信同学说的好不好 你告诉我以校里面你不能全部都忘光啊 这是以校 加总怎么算 SUM 对不对 对啦 好 SUM 请问我要加总哪一个 销售额 刚刚不是问过你吗 请问你 请问你 那个运算是 是不是销售额 所以我是不是就把销售额选举起来 type件 右刮壶 看得出来吗 你看这个初出的右刮壶对应到左边的右刮壶 然后接下来就是打一个逗号 对吧 对吧 请问你这样看得懂吗 如果你懂 其实你可以直接 直接 就不用背 等一下也不用拍照 因为我们真的是在用Excel 你比较不习惯 可能是以前我们都是用什么 什么C 例如说 T2到P1 可能以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现在我们直接换成什么了 蓝位名称 好 那请问你 条件式是什么 条件式是不是2016年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这边是不是 我们要去 要去设条件 设什么条件 这边要设什么条件 这边要设什么条件 一片 就是这里面的订单年 等于2016 这就是条件式啊 请问条件是什么意思 条件只有六种情形 等于 对不对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跟 不等于 对吧 所以这就是条件式 好 就是说 我要去找出 我要去找出那个 订单里面不是有一个蓝 叫做年这一个蓝 它要等于2016年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再去写 客户 叫徐禅的条件 你会不会写 客户名称叫徐禅的条件 会不会 这一个同学点头欸 会不会 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 是不是加一个逗号 一片找出客户名称 等于 等于 徐禅是中文字 所以前面要加两片 后面要加两片 可以吗 会不会做 真的一定要我做出来吗 就是 这个地方 逗号 客户名称嘛 所以一片 一片 去找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等于 两片 徐禅 2匹 有关乎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可不可以再加一下 可以再加一下 销售大于5000以上的 会不会 会吧 有听懂吗 例如说我们针对那个客户 买购机 购机的计划 我们可能就会想说 那我要再加一个什么 他的月注 他就是不要 我就不要找出那个499的专案 找出那个可能大量 会用我们手机的 他可能采取的999专案 那我针对那个iPhone 例如说11 我对于他去做新产品的预约 有听懂 这样不是这样不是比较符合吗 如果那些499的 你觉得他们会比较会买 还是那个999的客户比较会买 所以你自己要去做一些分类 就一直设条件 会不会设那个什么销售额大于500 大于5000的 那就是大于吗 对不对 这都是条件 我只想算出来符合我前面的2016年销售额 所以你要先懂销售额是什么 然后利润那个条件是什么 就这样子 我就直接按enter 然后请你建议 把这个档开一点 有看到吗 所以2016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5是 建议啦 建议最好是加3位1帖 这样我们看得会比较清楚 不要小数位数 548万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我就关掉了 500多万 要不要赶快拍照 答案在这里 然后条件是这样做 这已经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最难的部分了 但是其实你想通了 经由我这样子花了20多分钟的讲解 我想也不是很困难 因为本来你应该就要会加总啊 用SUM 好 那我就先关掉了 因为power pivot 做完我是不是就可以关掉了 你看一下 这边是退货 我们刚刚没有做到退货 所以这边这个要打勾 有没有看到 5.48 所以他就变5.49个百万了 可以吗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 第一点选power pivot 第二点选管理 第三 请在这个下面 下面哦 输入 这一行 好 就是先打2016年销售额 冒号等于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这个 power pivot 然后管理 算了一个公式 什么公式呢 就是2016年的销售额 结果在这里 那为什么要算这个数值啊 因为你看刚刚我们 这边power pivot 我们关掉 这边 这个数值 我们到时候是无法取用出来的 他只是暂时 他画出来的结果 他秀给我们看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哦 假设我要去算那个成长率 比如说2015年到2016年 请问他的成长是多少 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抓出这个数值出来算 不行 可是现在我可以了 现在我们是不是透过 刚刚算了一个2016年销售额 你看前面我还加了一个计算机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是经由计算机去算出来的 是真实存在的数值 他所代表就是5.49个百万 可以吗 我就可以来去算那个比较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再去算出 2015年的销售额 好 所以怎么算呢 到power pivot管理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这个内容复制 然后是不是要去算2015年 所以空白跑到这边 然后在这个地方直接做 贴上 请把这个改成5 2015年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呢 订单的年等于2015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就算好了 顺便你复习一下 我建议你最好是重新打一次了 就是就是calculate 瓜糊 然后sum销售额 然后逗号 这边有个订单的年 还要等于2015年 所以这样我们是不是算出来 这个值等于多少 4.2 4.3格百万 它跟 它跟这边 这个4.3格百万 是不是一模一样 可以吗 这是有包含退货 可以了解 所以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先暂时把这边是包含退货 包含退货 那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有2016年的销售额 跟2015年的销售额 对不对 好 然后就麻烦请你先算出这两个数值 因为我要去算这个成长率 成长率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了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成长率 就是这边是不是2015年 2015年4.25格百万 然后跟2016年5.49格百万 那请问它中间差多少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去算那个成长率 好 那成长率怎么算呢 我先打开一个记事本 这公式一定要会 好 所以在这边就是2016年的成长率 2016年成长率 既然它是有率嘛 那一定是上面有分子 下面有分母 率 率一定是用厨房 所以等于分子是什么 分子的部分是什么 不是 你要告诉我完整的那个那个组织 2016年销售额 销售额 减去 2015年 销售额 这两个相减嘛 对不对 相减完毕之后被谁来除 被2016年出来是2015年来除 为什么不是2016 被谁来除 2016 为什么不是2016 因为成长率啊 大哥你讲这句话哦 那个你的国小的小朋友 如果你是国小的数学老师 那国小小朋友很倒霉 没有告诉他说 我们是我们的计算哦 成长嘛 一定要是站在一个基准点 一定是比2015年 一定是拿2015年来当做是基准 来去做计算 对不对 不过以前反正数学老师 他一定叫你背起来 背起来就是你的了嘛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要解释那个道理 让他去听 我们是要拿2015年的基准 因为我们是讲那个成长率啊 成长的话一定是拿前一期的 那个当做是基准 你讲那个前一期减去 就是反期减去前一期 这都好像没有在解释 我只是要告诉你哦 你一定要把那个道理讲给他听 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分母释放2015年销售率 销售额 好这样子是不是算出来他的成长率 可以哦 对我现在就是要用这样子一个数学公式来去做计算 记住哦 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归 还是要回到数学上面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管理 然后接下来这边我是不是要去计算 2016年销售成长率 冒号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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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左瓜胡 左瓜胡 左瓜胡 2016年销售额是不是用一撇来呼叫 这个你要怎么呼叫他是不是用一撇 呼叫资料表 然后有没有看到这边有订单里面的2016年的销售额 提法销售额 词根据减去一撇 一撇 订单里面的2015年销售额又刮扶 被谁来处 被 一撇 2016年 2015年销售额来处 开把键 然后 enter 请问这样我们是不是算出来 0.29 也就是成长了29% 可以吗 这个叫 这个叫成长率 成长率 有没有问题 所以就换你们来动手做一下 来去算一下 它的成长率 这只要你数学公式会 你应该就会算出这件事了 好 那我们事实上 事实上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公式 现在算出来的结果 是2016年的销售额 而且这个2016年销售额 有没有包含退货 有 所以我觉得应该扣掉退货 这样子的数值才是比较正确的 然后这样算出来的销售成长率 才是比较正确的 所以 首先在2016年这边 后面是不是条件1 逗号 加条件2 用一撇 用什么呢 退货 退货 退货有看到 退货 请问一下 我们那里面是不是退货 有空白跟是 对不对 就是刚刚这边退货 这边有是跟空白 那请问如果你写等于的话 空白会不会表示 空白是什么 以色谣里面空白怎么表示 空白是一个自串 所以它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的自串 所以前面加两撇 后面加两撇 这样就是空白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接下来呢 2015年是不是要再做这件事 逗号 然后接下来呢 用一撇 退货 退货 等于 2撇2撇 Enter 应该发现它数字是有变动的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28.16% 跟刚刚也有点不太一样 我这边是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去呈现 刚刚是多少 29% 现在是28.16% 可是我觉得这个28.16%才是比较正确的数值 好 这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要拿它来做计算的话 你至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我们就暂时可能要先介绍到这个地方了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 就是我们来去做真实的2016年销售额 2015年销售额 然后来去算这个2016年销售额成长率 首先 首先刚刚我们是不是已经做了这个2016年 2015年的销售额 还有成长率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如何去做 这两期的同期比较 这两期的同期比较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我是不是会有那个各年的资料 我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个各年 例如说我的年跑去哪里了 年在这边 然后年不摘药 不摘药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就可以放2015年的销售额 2016年的销售额 这都是这边所存在的意义是指说 这个2013应该是零 2014应该是零 这个是2015年的销售额 这边应该是零才对 那能不能呈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既然有年了 那能不能呈现那个各月的资料 这个以下它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 所以我们就把订单日期的月做出来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我们先到PowPiver管理 然后请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在加入资料行这边做月份别呢 因为我要知道说这个订单日期它是属于几月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有1万个订单日期我就要做出1万个月份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资料是不是我就要输入 我就要用加入资料行的方式来做 首先输入月 然后用一撇的方式找出来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这样我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就是月份别 它是1月还是2月还是3月 可以哦 这个是我觉得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我做完这个 PowPiver我就直接关掉 关掉之后呢 关掉之后我们现在来去做另外一张图 就是订单里面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个月 月把它不摘要 不摘要 然后这边是不是1月2月3月4月5月 以此类推 然后接下来假设我们现在勾2015年销售额 它这个数值它是会变动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算出来2015年1月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再勾2016年销售额 这个数值的加总绝对是各12个月的加总 这个数值的加总应该有印象 而且绝对是扣掉 扣掉谁的扣掉退货的 然后接下来这张图我们会画的是 线条图 因为线条图我忘记教了 你们应该有印象 就是说我们应该还有印象就是2015年到2016年 这两年的同期比较发现 发现2016年的11月是低于2015年同期 对不对 应该有印象这件事吧 就是当我今天我做完2015年的销售 做完2016年的销售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希望就是来去做同期比较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这样子可以了解 所以这张图是在做什么 做两个月的同期比较 这张我就删掉 我只是为了我们上课了解 他这里面他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边 这边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2015年销售 所以你只能看这个数字 2016年的销售只能看这个数字 好 那可是通常有时候我们要去做 同期比较 2016跟2015的比较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种 就是加入一个月份别 然后来去同期比较 甚至可不可以再加 等一下我再教你 因为有了这个月份别之后 我还可以去做什么 这两年 这两年各月的销售成长率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以年来去看 是不是就是成长了28.12% 对不对 可是那以月来去看 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去画出来的图 好 所以我再重新讲一次 我做了些什么 首先我们先到How Piva这边管理 你一定要先去新增 新增一个月份别 这个月份别叫做什么 是否就做好这个新增资料行的 接下来记得就关掉它 请你画这张图 这张图我是用什么呢 我是用月份别 月 还有2015年销售额 还有2016年销售额 然后记得 记得月一定要把它 布摘药 月一定要把它改成布摘药 然后我们就画什么图呢 我们画这张图 线条图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 就是线条图的部分 2016年同期比较 那你看这边是 这个我就把它给删掉了 这个不需要 这一张是什么 2015年跟2016年的销售 那这一张呢 这一张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去画 2015 应该说2016年 各月的成长率 各月的成长率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勾月份别 然后不摘药 就是不去做数字的计算 这样就1到12月 然后接下来2016年的销售成长率 然后接下来把它改成线条图 请问一下你看到什么事情 请问你看到什么事情 那个2月3月3月3月很高 应该说345这三个月 2345都蛮高的 对不对 也就是发生在第一季 到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 可是呢 它有逐渐的下降 你不画出这张图 还不知道这家公司有这样子的现象 你们说是不是 如果说我只给你们看订单 如果只给你们看订单 你能不能变成到这样子的资讯 原来2016年的一个销售 虽然它的成长率是28.1% 还蛮高的 可是呢 主要就是在前期这边 前期这边 好 它的成长率是不是一直慢慢的衰退中 其实这是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哦 尤其是到了9月 9月已经非常非常接近 那假设 假设你今天你定出一个 每一个月份 最低最低的 最低到20%的话 那9月跟11月 还有1月 是不是就会被裂管 只要我们去关心它 这样子的数字 它会慢慢 它不会 它就会有一个止损点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 事后才画出这张图 所以 所以这张图最好是用即时性 即时性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 现在发生 每一天发生的资料 就放在订单 资料表的下面 一笔一笔的放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即时的画出来 这样子的变化 可以了解 所以记住 这个即时性 是我们现在要求的 就是每天你都必须要把 每日的订单 放到订单里面 每日的退货放到退货里面 到时候在这边 我只是做一个重新整理 这些图都画出来 所以你们觉得这样子好不好 当然会比较好 这是它做得到 那你是要难道做不到这件事吗 你是要 其实可以 但是可能要放在网路上 要放在网路上 这张图怎么做出来的 一 我们勾选月份别月 然后请记得把它变成不摘药 然后接下来再勾 2016年销售成长率 然后把这张图变成其他图表里面的线条图 可以吗 最好是把那个资料标签也秀上去 也秀上去 你看好的时候到80% 80% 差的时候居然是将近-10% 在这之间的一个变化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 假设 假设有一个小朋友 他考试 他可以从0分考到 80分 另外一个小朋友 他每次考试就是考70分 你现在你要派一位 你要派一位选手出去参加比赛 那你会派那种 不稳定的选手 还是稳定型的选手来去比赛 稳定对不对 假设70分以上就会拿到名次 那么不稳定选手很有可能 他会跌底哦 所以如果你是那个教练 你应该不会把那个 提高自己风险 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好的 就是高 最高到最低 他的一个变化是很大的 因为 绿啊 通常我们看绿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他就是在什么 就是0到1之间的一个变化 请我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那个 同期的 销售成长率 那我们刚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一张图应该叫做什么 各月 各月同期比较 与 与成长率 好 那我们大概介绍到这边 我想应该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就是这个档案先把它储存起来 我们已经 就是以下这个地方 我觉得 这样子来去做说明 应该已经算不错了 那 我们还是要回来 去看一下 他还有几种比较特殊的图 所以我想 花一点时间 跟你们分享 至于这个散步图 我就不想要跟你们讲了 这边散步图不是 效果不是那么好 那 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 首先他有建议图表 建议图表 建议图表 那建议图表的 主要目的 我先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功能 建议图表 或者是自动去画图这件事情 首先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画一张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各年销售 我想已经画出来了 我们来去画一个 各子类 各子类的销售图 好了 各子类销售图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怎么做这件事 所以插入书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在工作表3这边 各子类 所以这边有个子类别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销售额 所以打勾 这就是一个各子类别 它的销售额 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帮我们算出来 那请稍微注意一下 所谓自动的画图 自动画图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内容先复制 然后贴到旁边去 然后贴到旁边去 选择性贴上 贴成值 确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重新选这个范围 这个我们叫子类别 好我们就先打子类别 这个叫做什么 销售额 然后当你现在从这个地方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右下角这边变了 注意哦 这个 这个底下没有右下角 就算说你选到这个地方 没有右下角 因为这是枢纽分析表 你必须要把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复制 然后贴到别的地方 它只能针对资料 针对资料选取之后 右下角是不是会多了这个图示 它叫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点一下 首先你可能会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先做那个格式设定 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话我加了格式设定之后 它的这个这个销售额一目了然 谁最多 书价书价蛮高的 好接下来还有色阶图示 那我们接下来看统计图 统计图 这边是不是有其他图表 或者是假设我就只要群组直条图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点群组直条图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直接快速的产生 所以这就是他的快速分析 也可以快速产生 视觉化结果就是画出一张统计图表 好再做一次给你们看 就是你应该会做这张枢纽分析表对不对 就是去做各子类别 所以这边插入枢纽分析表 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各子类别的销售额 所以请勾子类别销售额 然后记住一定要把它复制贴到别的地方 因为这是枢纽分析表 这边就是一般的资料 一般的资料范围 然后接下来选这样子的范围 那如果说你今天只选到这样子的范围 请问他会帮你画多少的图 上面会不会帮你画 不会 所以你要选的时候要从这个地方 这个类别标签这个格子 选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点他这边图表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的选群组直调图 这样就可以快速完成这个资料的视觉化 产生结果图 好 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理念 当假设你今天做完到这件事 我先把它删掉 例如说选到这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去选图表 群组直调图 他会在这里提供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样式 觉得来说 假设我喜欢这一种 还是喜欢这一种 你都可以自己去挑 好 那点这个就是全部让你去做选序 好 例如说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选这一种 那你一定会发现这右边有三个图示 例如说这个 这个是针对 假设我今天我可以针对谁我不要呈现 例如说假设那个太低的资料我不想要呈现 对不对 例如说这个资料我不想要呈现 有看到吗 我就把细固件给拿掉 细固件拿掉 然后点这个套用 你看这边就没有细固件了 然后到时候你又可以再点细固件把它套用回来 好 所以这个是筛选 那接下来这边是加 我们刚刚是不是 假设我们没有这个坐标轴的标题 我就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你再去做输入 例如说你把这个坐标轴的标题输入什么 这个叫做子类叠 好 好 那当然这个格式可以再去做一些修改 例如说把它稍微变大一点 然后出题 那相对的相对的 假设你今天你这个不要 这个叫图表标题不要 你看是不是就没有了 图表标题 好当然我想图表标题应该要 例如说这个各子类别 各子类别的销售额 这个就应该放销售额了 可以吗 这边应该是要放销售额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快速完成一些格式的美化 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 不用花很多时间在这边去做所谓的美化动作 好 但是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选择恐惧 选择强迫症 反正就是 东西太多 反而变成很难选 要哪一个比较好 选来选去之后 好像最初选择那一个会最好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那 假设你今天给老板看这一种 下次给老板看这一种 再下次给老板看这一种 他可能 就会说 我觉得上次你那个图会比较好看 都会产生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最好挑选好之后 就是方便我们来去做检视的一张图 来当作是一个应用的参考 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一堆的问题跑出来 这就给你们参考了 那就千万自己动手来去玩一下 这边的一个格式 统计图表的设计 统计图表 在中国说中文字十 bik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